大家好我是簡日幻營養師 是這樣的最近有收到粉絲來信詢問說 營養師啊我就是有關注基金會 那我都有認真吃而且用力的吃 吃出天然好食物 可是很想知道說我這樣的飲食方式飲食模式 但是到底可以直接的去從哪邊 就是身體的一些反應來確認到底有沒有幫助有沒有好處 或是哪邊可能不太夠等等的 所以呢因應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營養師就想說好像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就是排便 大家呢不知道自己每天排便啊 有沒有觀察一下自己便出來的東西呢 這件事情很重要千萬不要覺得噁心 畢竟是從你的身體自己出來的嘛 開始看了這個問問學堂以後 就要知道我們便便出來以後 你要去做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我要去看一下外觀形狀顏色喔 很重要喔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開始聞味道 聞味道這個東西我知道有些人會反應 大便都是臭的其實不盡然 有些人排便我相信你們仔細想想應該會有感覺 或是去觀察一下 有些人排便其實沒什麼味道 或是你有時候排便特別臭有時候還好 其實有一些文獻非常有趣喔 他在討論這個便便的味道 喔因為這個味道可能跟你的腸道的菌相 腸道的健康也是有連結的喔 我最常會跟民眾舉例就是 你有沒有過吃到飽的經驗 大魚大肉似乎隔天那些日子 排便那個臭味都特別重 其實就是這些動物 這些動物性的蛋白質 這些分解物的一個因素 那再來就是你身體自己感受軟硬度 軟硬度 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現在這張圖 它是叫做布里斯托大便分類法 來做觀察一下自己平常的排便 腸道健不健康 如果你的排便是屬於1-3型左右的 可能再幫我注意一下下 是否纖維不太夠 或者是說我們可能是水分不夠油分不夠 比較乾乾硬硬的 那最健康最健康的 當然就是第4型 其實第3型營養師認為還是OK的啦 有時候我自己的便便也沒有很及格 不一定都是在第4型 好那既然知道第4型以後 我們要來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 有沒有影響我剛剛說顏色 假使我們可以觀察便便 有的時候有一些端倪可以發現 舉例來說我們發現 如果你的便便最近都是很紅紅紅的 像流血一樣你要注意喔 也有可能是有下消化道的問題存在 那如果你的便便特別黑特別黑黑便 那有可能上消化道的問題要注意囉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需要去觀察 我們要去觀察 那正常來講我們的顏色 其實就是這張便便認證卡喔 第一外觀剛剛有講 香蕉狀不會太光滑不會太光太乾 剛剛那個第4個分類的嘛 好再來金黃色 其實比較健康的方式是金黃色 然後呢味道有沒有一再的強調味道 沒有惡臭不會有刺鼻味 再來呢第4點其實也是蠻酷的齁 我曾經有朋友跟我反應 他原本是沒有吃十穀米糙米的習慣 結果發現吃了以後齁 一陣子那個便便好像不太會直接掉到最底 沒有錯 我們發現說這個落水後比較不會直接下沉 也是比較健康的喔 然後甚至是我便便結束以後 我不太需要太多的衛生紙做清潔 這個也是屬於健康便便的一種齁 好 那我們既然想要擁有健康的便便 那當然這些不良的習慣 大家都要幫我做注意 那要怎麼去改善我覺得才是重點齁 重點要吃足夠的蔬果 而且顴骨 那大家也要記得一下 因為我有遇過一些民眾 他其實蔬果顴骨水分都有了 後來發現好油不夠 也有可能會有排便的問題喔 甚至我蔬果夠 纖維夠 我的水分也要夠 然後盡量養成 每天上廁所的習慣固定的時間 那有些人會說好像很難固定時間 其實這個需要去長時間的養成 我通常會建議時間一到你就去坐在那邊 時間一到就去坐在那邊 久了這件事情就會變例行公事 好再來呢避免久坐這件事情也很重要喔 你們可能想說運動齁 就只有瘦啊美啊等等 其實不是 你人不動沒有活動量 腸子怎麼動起來呢 所以有一些民眾會反應 我可能去走走路有時候 走個20分鐘好像有變異了 合理啦 我的腸道也跟著動起來了 好嗎 所以呢今天的問問小學堂 就跟大家分享關於觀察自己的便便有沒有健康囉 那最後呢也不要忘記 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會有更多的解答來跟大家分享喔 謝謝掰掰 好嗎 記得按讚 親密的內容 麻辣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